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雪 我认为今天的事情 我要一个道歉不过分吧 你让我走可以 那你考不清楚 我今天走了以后 我还会不会回来 那也是你的选择 好 没说的 感情用事对大家来说都是负担 你自己想清楚 你到底想要什么 回家吧 别让你父母得心 李徇 你现在再往前走一步 我们今天就彻底完了 我们今天就没有 公主 你有梦想嗎 我的梦想就是 和我的初恋修辰正果 我 万一有一天我走岔路了 你打算怎么处着我 那就千刀万挂 罚你下地狱 那还是算了吧 李寻 那你可记住了 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 背叛的人下地狱 方志静啊 我劝你最好答应你 如果让我发现 你在背后有什么小动作 上次我放过你 要是还有下次 我一定会彻彻底底回来你 你别跟我说这些 不行 李寻同学三年前破坏比赛秩序 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属于违规 组委会决定 组委会决定 取消 上一届与他同组的朱运和高建宏的一等奖的名次 好啊 李寻 朱运和高建宏三年内 不得参加比赛 不得参加比赛 今天就完毕 杰森 买朵没地吧 想要吗 还好 但老板辛苦了一晚上 要得照顾一下生意 五十一朵 五十一朵 这么贵啊 全样了 祝你们幸福 谢谢啊 谢谢小提 李寻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 有我在 你不用带回神带自地去对抗世界了 就像这话一样 我知道了 我也有一般的股费啊 我对你这个股权结构有意义 这么平分秋色 那以后要是我们两个意见不同意 替谁打 对 你想怎么样 那必须 你想怎么样 我不想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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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想什么的 扶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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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扶 扶 那我上学怎么办 你想读研就读研 你想找其他工作也行 你要出国的话 我就留在这儿等你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是你的底气 你怎么了 我没怎么 我留那么多时间出来 不是为了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对不起啊 你很讨厌方之静吗 明白 你做的这个豆腐渣 能拿特别假 就是对大赛有公平性的侮辱 李轩 怎么了 你怎么玩消失啊 你这几天去哪儿了 干回事去了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你的这个所谓的加密接口 根本不堪一击 也不配拿这个奖 朱月 对 还真是你啊 怎么 不认识我了 我啊 方知静 好久不见 方知静 ям 明轩 咱们一起参加比赛吧 为什么改变主意了 我就是想参加了 告诉我原因 告诉我原因 刚在谁啊 我叫司机 司机啊 公主需要人扛包吗 不用 你这没多正 而且理 那你别磨蹭 收拾完来接地 把文档和大马扣给我吧 有空了 他不是我家司机 他是我妈同学的儿子 然后呢 我和他从小就认识了 他就是那个 会画画的暖男是吧 你记得这么清楚啊 是他吗 是他吗 不可能吧 会不会是看错了 喂 喂 新年快乐 那 那你在哪儿 下雪了 立雪 刚刚那是你吗 你怎么关了 走 去哪儿啊 我发小致 几天在这里办画展 请我去看 顺便去找找灵感 不去 那出去走走 万一能想到什么呢 我发小很厉害的 我上次帮柳思思 翻译的论文 就是写了他的话 没空 那明天去 这两步路你爬过来的 你打扮了 你就穿成这样 去看你发小画展 去看我发小的画展 你穿什么骚包干吗 看来你这发小 又不怎么样 走 公主那么怕冷 要不要给你准备 辆马车 早知道 又不给你选排球课了 我知道 你是想让我活动还多 你那个背 和绣住了一样 打都打不开 天天在吉利敲代码 我就是想找个机会 让你多动动 你得先 我领了 可以啊你 我还在想 你状元要是挂客了 面子会不会没有地方放 你怎么了 李萱 你怎么了 李萱 你怎么了 李萱 李萱